Hello,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如何在家轻松的卸凝胶甲 比如我们想卸掉不做颜色了 或者重新涂上新色 这卸甲不做是基础手工卸甲的方式 比用打磨机较有好,容易上手和控制 好,我们现在马上开始吧 需要用到的工具是 紫园油 钢推 海绵砂条 挫条 驴箔纸 棉片 饼铜 首先,用到的是180克的挫条 尽量拔开侧边的肉 这样挫条才不会磨到 力气搓条 食指压在搓条上方的前端 使用搓条的前端部分 从上到下 边上的夹钩一定要打磨到位 注意,搓条不能磨到肉 接下来换横形打磨 横握砂条 中指和食指夹着砂条的尾端部分 大拇指放在砂条前端上方 形成悄悄板的感觉 在打磨掉甲面的时候 我们要不停地左右转动甲面 避免在同一个地方打磨 而造成过度发热 把封城抛磨掉 变成哑光 不需要完全地把射胶去除掉 避免过度打磨而伤到本甲 一定要记住哦 下一步 试用饼铜来软化凝胶 铝箔需要足够大 才能饶固地包住每个指尖 将三边都反折 像这样 这样在包的时候 就不怕边边裂开了 将一片的棉片剪成四小片 包之前 先涂上紫园油 不需要擦掉多余的油 这可以减少饼铜的刺激性 和唾水作用 棉片粘饼铜 覆盖夹面 用驴箔紧紧包裹每个指甲 以固定含有饼铜的棉片 静静按压紫夹 静静按压紫夹 以确保饼铜与紫夹很好地接触 等待10到15分钟 10到15分钟后 用刚推 轻轻推掉已经软化掉的加油胶 这个时候 甲面会有残胶颗粒 用含园纱条 带一带甲面 只需要适当打磨 千万别过度实用 如果指甲上面 还残留一些底胶 是可以保护本甲过度打磨 所以不需要在意 如果不想重新上色 可以用温水和肥皂 去除残留在手上的饼铜和甲油 涂上紫园油 按摩吸收 就好了 如果想重新上色 可以参考以上DIY单色凝胶视频 好了 完成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 记得关注点赞 如果有疑问或有兴趣的题材 欢迎留言 下次再见 拜拜